在中岛条约的相关问题上,美俄各说其词,美国也上演一出退宣大戏。 2月2日,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启动退出中岛条约的相关议程,但就在一天后,2月3日,华盛顿政府宣布特朗普的退出条约议题还未达成,美国将在8月份之前再次进行该协议。 按照美国的法律,总统有权利决定美联邦的国家政策,具有一票否决权,但需要得到国会三分之二以上的任何才可签署,也就是说,这回美国政客们与特朗普的做法,产生了重大分歧。 美国在次单方面向俄罗斯提出条件,要求俄罗斯必须完全销毁就M729型导弹,否则,美国仍然将坚持退出该条约,白宫方面还警告俄罗斯,这是俄恢复旅行条约的最后机会,网救中岛条约,完全取决于俄罗斯。 这次彻底把俄罗斯激怒,普英在与俄外长拉夫罗夫和国防部长少议国会务时强硬表态,我的回忆将是针锋相对后果自负。 美国宣布暂停旅行条约义务,那俄罗斯也暂停。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警告美国,如果美国执意退出,苏联和美国销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引发的后果将自己负责。 拉夫罗夫强调,美国正在采取的政策,已经破坏了冷战之后,稳定发展的美俄关系,美国正在制造一个新的军控体系和限制级战略武器体系,这让俄罗斯感到不安和愤怒。 简单的说,美国希望在战略层面上大,大的甩开俄罗斯,本技术上的领先,已经不是20年前,美国军事上无法保证能够一次祭败对手。 中岛条约规定,美俄两国销毁所有500公里,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,三道导弹机发射装置。 米采先生特约军事评论员福一鹏指出,美国总统特朗普,在中岛条约问题上不断的纠缠,特朗普有自己的私心,为了摆脱外交困局,特朗普正在通过各种机会,消除通俄门的嫌疑。 那么最好的手段,当然就是不断融化美俄关系,美俄决逐最激烈的就是军事实力上,美国不断发展侧身军事实力的同时,强行限制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发展。 美俄退出中岛条约影响最大的,其实是另外一个盟友国家日本。 日本在日新闻发表评论认为,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角逐,将会让日本成为替罪羊,美国将会快速在日本部署新型导弹防御系统,日本将成为美国对抗俄罗斯的前沿中心。 美国计划在未来三至七年的时间内,在亚太地区部署新型中程导弹,太平洋关岛基地的武器部署计划已经开始,未来还将部署在菲律宾,韩国,日本。 美俄军事件把弩张,俄罗斯强硬的态度不减,特朗普新的任期或采取更加精进的对俄政策,日本无疑成为美俄对抗的最前线,这是日本安保政策内必需付出的代价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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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